疫情狂燒 心臟外科全為醫生 正興醫院院長魏珍也經傳染疫 發燒到38.5度 喉嚨發炎痛如刀割 連喝水都不行 72歲的魏珍分向院長及抗疫廟方 他疏解喉嚨痛症狀 靠三種藥 分別是退燒止痛的普拿疼 他提醒每天不要超過5顆 第二種是非類固醇類的抗發炎藥 每天不超過2顆 最後則是甘草止咳藥水 另外還有一些治療 關節炎的止痛藥 一天一顆 效果很好 當然這個可能只有醫生知道 治療關節炎的效果很不錯 魏珍還說當連喝水都炸痛時 他建議吃不刺激 容易下咽又滑潤的食物 像是木瓜牛奶 原味優格 豆花 布丁 蒸蛋 還有白酒蛋蛋白 前提是一定得少糖少鹽 蛋白質要夠 所以這個時候雞精 還有一些低雞精 還有一些險精 這些都可以用 蔬菜如果太多 它消化不好 所以我們把它剪得細一點 豆肉粥 或者是米湯 或者是豆漿 專家更提醒必須注意的關鍵 在於多喝水補充水分 尤其可以嘗試這種茶 菊花茶的話 它滴水分多 它比較清香 同時可以溫溫的 讓我們的血液循環會增加 所以它可以對抗病毒 口腔不會太乾 因為你越乾 那你的唾液腺跟你口腔的 這個組織的皮膚就越敏感 越容易受傷 人疫確診身體不舒服到極點 做好飲食攻略 將食物能量轉為保護身體的免疫力 才是早日康復的不餓法門 記者江招彭麗玄台北報導